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我又找A军上来和大家谈谈 连续几天都会和A军在这里讨论一些问题 讨论什么呢? 大家看到我旁边有一幅何军瑶议员的照片 其实我收到何军瑶议员的一个短讯 跟我说大卫sir可不可以讨论一个议题 那就是一个防疫抗疫的工程 有些文字稿 我觉得里面何军瑶议员提出 我提议全民检测的B方案 就是Plan B 这一件事我觉得很值得和大家讨论 但是我们希望带起社会的氛围 所以今天邀请了A军一起上来 和大家谈一下这个情况究竟怎么样 那我就和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情况 不如A军先和大家打招呼 好吗?A军 大家好 今天真的很繁忙 很繁忙 我也很繁忙 我也是有不停地做事 对不对? 这样的时候 这一张… 如果在网络旁边有观众 觉得A军的声音沙沙的 因为今天A军做了几个节目 可能中间有两声 大家千万不要当A军染疫 我做了快速测试很多次了 是啊 OK 我自己本身 我也不停地做节目 大家知道我每天有三个节目出来的 你可想而知我的声音会怎么样 对不对? 其实这个防疫抗疫工程 大家可以看到我画面上高 有一幅图在这里 这幅图 其实大家可以在我的社群里 就可以看到的 明天会放出来 给大家看一看 那为什么给大家看这个图呢? 这幅图如果大家看不清楚的时候 在社群自己download 下来 或者制成图就可以看到的 首先有几样东西 我先跟大家讲一讲 跟着再作讨论 我呢 就讲那个时序问题 那B军呢 就讲那个厉害的问题 那跟着呢 不是 A军讲厉害的问题 B军 A军 对 讲厉害的问题 那跟着呢 我就讲全民检测的 Plan B的内容 好吗? 那我们呢 其实今天呢 不是一个定案来的 强调先 那这是何君尧议员 提出的一些方案 我们呢 觉得呢 可以跟大家谈一下 还有的时候呢 我们在军得三人行 即是星期四晚 10点半的 10点钟 做直播的节目里面 会跟大家呢 去详细谈一谈 如果大家 在看完这个内容之后 有什么回响的话呢 请大家在 大卫常的频道 和港理台的频道 上高留言 我们尽量将资料 收集好 接着的时候呢 告诉何君尧议员 究竟各位有什么看法 我们希望呢 可以在短期里面 去执行这个 全民检测的Plan B 好吗? 那这个情况呢 可以了 OK A军有什么要提提大家 是的 是的 为什么要这么赶急 以及希望收集大家的意见呢 因为呢 其实众所周知 上周一的时候呢 就是呢 三月的二十一号 那林郑就认识了那些方案呢 就不断地增加这个 大家接触病毒的机会 也都没有搞断这个传播链 那这个空荡期 是会有什么时候呢 就是呢 三月二十一号 去到第一个空荡期 就是四月一号 就是呢 开放 禁飞令 第二个呢 就是四月十九号 要开放学校 接着呢 就说二十一号开始 就逐步逐步去搞那些的 放风的社交政策 那这些呢 这样的空荡期里面呢 我们就要珍惜 剩下的那些空荡期 不可以 再来多一次说 哎呀 我好像那些专家说 我miss了 那个最佳的全民 檢疫的一个期了 然后当没事发生 那样 当没事发生是怎样呢 大家回想回 我们看个表 啊 何议员呢 就特意提到 有红维民事件的时候 那我先说 那里 等我来 等我来啦 我们要节省时间 因为这条节目 我不想做太长 好吗 好 首先的时候呢 29个人中招 现在几万人 说完 等我来啦 OK 好了 开始的时候呢 就指经文调 显示六成半的人呢 支持动态清零 八成半的人呢 就支持减少重症 和减少死亡 减少感染 那跟着呢 整个大家 看到第一栏的时候 在时序那里 就都提到了 2021年12月呢 葛太空少传播 Omicron入社区 2022年1月3日的时候呢 红维文事件 2022年2月4日呢 春节之后 禁聚会堂食 2022年2月16日呢 时呢 习主席提出 三个一切 两个确保 夏宝龙主任呢 做抗疫的统筹 安排火眼方仓 突户物资 稳定食物供应香港的情况 特首 说会做全民检测 感恩有祖国 支持动态精灵 在2022年3月1日的时候呢 特首宣布暂缓 全民检测 即采取与病毒共存 那3月22日 梁卓偉说 一 与病毒共存是终点 二 如果没有新变早COVID 传染数字 将会下跌至三位数 三 目前呢 已经有4.4 即是440万人 受到感染的 四 估计6月至8月 会有第六波的疫情 死亡的人数呢 再增加 1800人到1900人 那他说 核酸检测分不出 新羊或者是死羊的 那这段时间里面呢 有个真空期 在2022年的4月19日呢 就会重开学校啦 学生必须上堂啦 那刚才A军也都补充了 在4月1日的时候 我们开放香港的居民 由外国返港 没有再去有任何的限制 因为香港已经够污租了 好 2022年的4月21日呢 就重开对外的口岸 2022年的8月呢 就预计会有第六波 那应该是6月份啦 应该未必是8月的 那这个要修正一下 6月份 6月份 那其实呢 就是 其余呢 就是等运到的 那这个呢 就是个 防疫抗疫工程的 事序的情况啦 所以的时候呢 我们呢 要去看利害方面的问题 那接下来 我们请A军讲一讲 利害和害啦 好吗 首先呢 就搞这个 全民建议来说 那 做得不好的地方 就是害那方面 搞到呢 就很多人呢 就觉得浪费七日时间 好不方便 那还有呢 经济损失啦 其实呢 香港GDP大概 每日啦 大概79亿左右啦 那七日来说呢 其实呢 经济损失啦 如果用GDP计算 那就是呢 560亿啦 好了 还有呢 要动用很多人手啦 特首都说啦 又说要百万人啦 那这样 那这条数点来呢 就分了四十 四十 四百二十个小区 每区我们预二百人左右 有百万四千人 那这条数这样来 那这些呢 就是说 那些全民检测 的一个叫做坏处 那样啦 但是好处有些什么呢 首先啦 啊 好像你所说 二月的时候呢 我们就已经说了 是会搞这个全民检测的啦 那所以呢 对全香港市民来说呢 根本就已经有心理准备去做这一件事 反而啊 现在突然间撒平了 大家才亡言不知所措 因为大家之前就说 做全民检测 很好啦 现在没有了 那怎么办啊 不用论述 说就可以了 说回这些几点出来 好 跟着啦 跟着啦 那还有呢 有弹性有依据啦 还有呢 可以帮到我们清零 也都呢 我们根本是有资源去做 欠的什么呢 决心和基本部署 好了 还有啊 其实钱呢 其实就已经出了了 例如呢 我们已经用了几十亿 几十亿剂 快速测试剂啦 好了 就算了 四百四十万人已经确诊了 但是呢 我们要知道 香港七百五十万人 四百四十万人 还有三百四十万人要帮的 好了 还有了 经济过去两年 损失都不止这条数啦 那包括了 在抗疫那里 那里 已经用了三百 三千九百亿 和四千八百亿 那等于呢 这些抗疫啊 和呢 补助那方面 好了 还有最后一样 都是搞全民检测的好处啦 如果不做全民检测 实际上是什么呢 与病毒共存啊 大家都知道 与病毒共存有多恐怖 那这个A君就真的不再说了 没错 就是这样 那为什么不立刻解禁呢 这个就是个利与害的 那我相信很多网友都同意的了 有什么利与害 因为我们真的洗了很多次 你计算一下整条数 那时的GDP呢 就三千九百亿 再加上 四千八百亿抗疫的宝座 钱就已经损失了了 那我们现在的损失害的时候 你可能再损失多五百六十亿 起码好过无了期啦 对不对 所以的时候呢 议员呢 就提出全民检测B方案的 那我可以跟大家说 这个是个初期的一个看法 那我们真的要讨论的 那何君堯议员呢 就表示 在三月二十一号到四月十九号的时候 四个星期呢 就可以开始做的了 这四个星期里面 去选择其中的一个星期进行 有四个方向可以去做的 第一点就是强制检测 但是呢 主要用快速的测试制 RAT 就连续做7 连续做7日 那分别呢 出单巴或者双巴的结果 单巴就是没有确诊啦 陰性啦 双巴就是有确诊啦 已经是阳性的了 那一旦是阳性的话呢 就将感染者送至方仓医院 如果呢 是人满的话呢 就原地隔离 这个部分呢 再会再做核酸检测的 就是如果原地隔离那里呢 我们就要确定它 它是不是已经是回复清零的了 那第二点呢 就是全港分420个小区 做强制检测 那派200人到每一个小区 处理17,500人加减 就是正乎5% 大概这样啦 就是每个小区呢 每个小区呢 总之有点不同的 是的有点不同的 一天呢就做一次 那呢 做第三五七天呢 就是抽查的方式 那而且 而市民呢 就自己做一二四六次 一二四六天 是的 之后呢 就将检测的结果呢 上传到中心呢 去全港的 那这个第二点 那这个呢 我觉得是需要 何君堯议员呢 再说明一下 我们很值得讨论的 好 因为这个是初稿来的 那第三的时候呢 如此呢 就可以明确找出 传播链 那就加以处理 达到清零的 那怎样达到清零呢 其实第四点很重要啦 就是采用月刀碼 有助于追踪和日后流行病学的调查 那这个是需要的 如果你没有月刀碼 其实很难的 但是我自己用过月刀碼 其实你要使用 是非常之快速的 那这个呢 我觉得呢 这四点呢 是一个初稿 那为什么呢 初稿里面有很多细节的 那我想呢 就在这里呢 就请A君呢 去和大家说一下 他有什么的建议 其实可以去做的 好吗 A君 建议就不敢了 就叫做抛砖引玉 因为整个节目呢 我们都叫做 把这个方案出来 给大家去讨论一下 那也都呢 很希望大家听到这个节目之后呢 那就再给回一些feedback 我们再完善回去 目的就是在这个真空期里面 我们要做一些事情 做什么 截断传播链 好了 那如果说一些值得讨论的地方 就可能说 啊 那个自己做检测的时候 我们去到那个 是否去中心那里看 有没有人看着呢 那还有呢 就是 譬如一些核酸检测 那我们不知道做不做 那还有呢 就是 第一点 第一点 我们讲第一点 第一点就是 你没有人去看着你做 对不对 对不对 没错 第二点是什么 逐点逐点说 好 第一点就是 有没有人去看着做 第二点就是 那些扫楼 就经常都怕扫不了楼 那怎么办 譬如拍门没有人应 那怎么办呢 这样 断水断电 挺好的 对不对 马上做 是咯 第三 还有另外一样东西 A军经常提到一样东西 就是 政府是我们 有时候 那些事情你怕别人不做 有奖有罚 嗯 例如 如果不参加核酸检测试的 很简单 那一万元消费券 不关你的事 怎样都申请不到 这一样东西 那些人经常说 香道的黄人 不是很接受 不会配合 你看回去年的消费券 有哪个黄人没有拿 好了 我退一万步说 真的有些人觉得 说要搞核酸检测试不行 没问题 我宁愿说不拿消费券 没问题 罚它 怎样罚它 第一样东西 银行户口全部封了它 香港有权的 封银行户口 封银行户口 通知到人事部 做什么 A军就会有些做税务的朋友 税务局那边 原来大家欠交税 知不知道最后结果是怎样 就是税务局会通知各下公司人事部 说不出钱给你 税务局都做到 香道怎会做不到 没有银行户口 没有钱出 我都继续要不配合 我终极黄丝 终极黄丝 你坐吧 没有合理理由 不去进行这个全民检测的 最少 坐回你十年八载 当你犯国安 看你做不做 就是告诉你 你是不做的 我宁愿坐也不做 没有钱出 没有钱出之余 你想着草 银行都封了你 我看看又会不会不做 冻结你的资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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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几个提议之外 还有没有 我就问以理道 其他详细的东西 议员写出来 我觉得他有计算过 但是A军的计算方面 没有足够背景去看 OK 好 暂时看着这个 我就做了一些分析 因为我有了解整个情况 另外一件事我觉得可以做的 如果你觉得现在做一个全民强制检查 是太急的话 太快的话 其实你不妨尝试 采取分区的方式 就是我分了香港 九龙东 九龙西 新界西 和新界东 五个区域去做 或者好像按照现在立法会议员的 选举的分区 由两位立法会的议员 去带领你的区里面所有的区议员 和民政事务署的人员 还有带领我们的所有同乡会 和政治组织的成员 包括民建联和工联会 由这些人去真正参与整个行动 那就可以解决了 现在人手所谓不足的问题 这是第一点 好 第二点是什么呢 第二点 我自己个人建议 就是香港马上采取紧急法 紧急法 现在我们的政务司司长 李家超是有权去做事的 我也都希望李家超司长 可以采取紧急法 由我们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司长 还有何君尧议员 一起去处理 就是现在强制检测Plan B的方案 这是第二点 好 第三点 我觉得现在目前香港的情况来说 我们是需要做一个禁足 或者是做一个局部的封区 甚至是全港的封城 这个情况我觉得是需要做的 这七天里面 必需要做的 如果你没有做到的时候 还被人员这样流动 我觉得是没有可能去处理 和解决到这个问题 这是第三点 第四点 我觉得现在 开始 由开始检测 做这件事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统一 所有的讯息 所有现在的专家 不可以再出来说任何事 如果你要宣布任何情况 或者表达的话 我希望是由政府统一去表达意见 而不是由专家和特区政府去处理相关的事 林郑 林郑 应该退居在幕后 好好地 给大家处理这件事 好 第五点 我觉得应该由内地的专家 来到香港 去指导我们的抗疫行动 应该怎么做 也都希望开放深圳和香港的关口 给大量的人员 来协助香港 做这个全民的强制检测 我觉得 当你有这几点的时候 你应该人员方面 不会有问题 社会上高 大家统一意志 去处理现在全民强制的工作 第三点 我们不用再担心 有很多的专家出来 去大放缺词 去做一些和政府的动向 或者透过舆论 去影响政府的行动 这些措施 我另外还要补充一点 就是所有的传媒机构 你发布有关疫情的讯息的时候 你一定要经过审核 所以这方面的紧急法是要出来的 以及国安公署应该出来 去做相关的工作 去令到整个香港市面上高 是以这次的全民强制检测 作为一个动态清零的目标 这是我自己的建议 好 A军有没有东西要补充 A军文以理道 全部都说 在人的方面 我不相信 做了刚才那些事情之后 还会有人出来搞事 至于没有人搞事之后 怎样可以更有效 去做检测 就是这个 开放给所有网络 旁边的观众 去给我们一些想法 没错 好的 今天这个节目 我们是很理性地讨论这些事情 如果大家真的想罵的话 请在今晚 去看我们 讲理台好孩子的节目 大卫sir的节目 我们真的 说了很久了 OK 我们足足 和大卫sir的失控片 是的 和大卫sir的失控片 一样 现在这个是理性讨论片 因为我们这个节目 会在林郑的记者会之前播出 所以我们不適宜做得太长 现在就二十一分钟左右 是吧 我们都希望 是的 我呢 就希望大家 就很理性地讨论这个问题 觉得有什么方式 我们希望 有心的市民 去尽量提出一些意见给我们 如果我们去 真的实行到的话 我希望 我们民间的领导者 是可以出来带领大家 去做这个全民强制检测 就不会再好似 李家超司长 在3月21日 那个记者会 3月21日 那个林郑记者会里面 在那儿坐懒板凳 给林郑月娥羞的感觉 是非常之强烈的 我不是说林郑月娥羞她 我是觉得 这个是对我们李家超司长的一个羞辱 还有的时候呢 有一个情况 李家超司长为什么一句话都不说呢 可能她是因为很不满特区政府 里面为什么会推动一些 不是动态清零的方法 去违害香港市民 这个我自己个人的看法 好 A君给你总结一下 A君总结一下就是 我们今次十点半钟出这个节目 就是要组过林郑 为什么 我们有点 我们做的事情 现在是要做好 如何去减低传播链 不是你林郑那一种 去增加传播链 还有 我们也要组过其他那些什么专家 为什么 因为其他那些专家会告诉你 我们现在有第六波 我们没有做事的 我们预算很多 一万几千人 顶不住 物境天责 刚才说的那些很难听 句句都是专家说的 嗯 我们就是不让这些事情成真 所以 我们现在就是 就算我不知道 可不可以做得到 但是我都希望 结集回大家的意见 可以完善这个计划 我们做了自己的事情 就是希望给到更加具体的 给一些有影响力的人 可以将它成真 令到香港真的断了要断的传播链 令到香港人尽快回复健康 经济尽快弹得回上去 还有再远一点的 我们可以融入回大湾区 这样才是对香港最好 现在对外的联系 A君都说过很多次 对外的联系不是不重要 但是如果这个时刻 要我两者宅其一 我一定是选对内的联系 因为无论是短期 香港市民的对内的关系 大家都有很多亲戚朋友在内地 一定多过外国的 第二样东西 我们经济发展 香港最大trade partner是谁 第三样东西 第二天的发展 现在竟然是捨内取外 我看不到理由的 除了最高层那帮人 是对外的connection 多过对内 你看他出亲无忌的节目 问那些银行大班 银行大班当然要对外 他是老是西人 你问他他当然这样回答 你又不问他 有两年来没见过亲人的人 你又不问他做中港生意的那些 你不问那些厂佬 你不要问我们这些日日夜夜 你是打算回大湾区发展的人 所以 现在 我们就是要把握这个真空旗 目的是为香港健康 为香港今天经济 发展 做好整件事 不让林郑再倒行逆施 好 多谢你 好时间真的够了 好 今天我们的时间就到这里为止了 好吗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